喂 譬如你知我打 那你有個下錯嗎 遲早會以為你看到那條女性 就是剛剛經過在你的的士 為什麼這個司機是這樣 司機交易廣場 你不要這樣 交易廣場西上過場 我怕你們會被人投訴 這個司機是不是跳過 9月14號去吧 今天星期二 繼續是林皎 咖喱 阿Sam 你聽到咖喱 我不知道怎樣煮 今天星期二 其實都是這麼熱 看個勢去到中秋都是這麼熱 好像說 是吧 星期三星期四就有雷雨 這樣就好些了 因為太 如果熱 但是它好天不下雨都還好 中秋下雨就窄小些 嘗嘗好像麻煩地 外面都好像很蒙 是吧 沒有咬茶茶 我的眼都蒙的 沒錯 眼蒙 但眼蒙 反而是怎樣呢 就是驗身 看你眼有沒有事 但是說驗身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的的士 這隻艇 每天都要在機面那裏喊 哪裏有 哪裏有 阿Sir埋伏 而阿Sir埋伏 就是 他是特意針對的 你明白嗎 他不會說 在街上突然間 你過來的 他針對每個艇佬 每天都必須要去的地方 就是氣站 氣站 大家也知道 他真的 他可以怎樣說呢 怎樣形容他呢 他真是正宗的守株待吐 或者請君入宋了 不用怕 你進到來 逐家進來逐家 你走不走 但就算他不在氣站裏面 都說 阿Sam哥水街 他不在裏面 是吧 水街 這幾天 看到他進氣的時候 有幾架拖車 stand by 水街很有趣的 你燈口 右轉就是進氣 左轉就是去市場 他在左轉市場 中間位 壓住 有幾個標位 已經是 鎖下來了 是因為那裏 我告訴你 我想大家給個概念 那條是要走的必經之路 是 除非你不走 等到他下班 是 除非你夠腳 是不想讓你去 坐 沒有氣站那裏 找個洞 就是不出氣站 這樣等他下班 就是要這樣玩到 即步即界 是 要入了老鼠籠 你不能走 不能走 亦都想著 不會妨礙人家做生意 但是收回來 回應是怎樣 就是 在專用家氣站 都射化和液膏 這樣的 阿森哥 你應該知道 是 搞到像某人那樣 那條契弟 專改車 改到九彩那條契弟 就說 我勸我他的 女勸不 女勸不再 靈環不靈 是 還要越來越厲害 是吧 這條條件都苛刻的 不是說 很容易過得到 非常之苛刻 我們會看 講一下那條契弟 唯有說 唉 忍住 好像在那裏 在將軍澳 嘩 忍痛 五個三毛幾 我把刀 我寧放血 都不會去那裏 唯有在那裏 嘩 天天被人放 放幾十元的血 真是慘 沒有辦法 因為 估計 他只會去專用家氣站 那裏 專用家氣站 我給你解釋 甚麼是專用家氣站 就是 他只是入石油氣 大埔那個 沒有其他人入的 是中石化和液膏的 其他油站 譬如 遜鶴 或者加勒士 或者 入油再加氣 沒錯 真是充夠名 老虎也是 老虎也是 有油站和氣站 因為我經常想 為何硬是某幾個的那些站 是最多的士排 那麼多站不去 原來是因為 那些美女 我以為便宜一點 那是真的便宜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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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想是否便宜一點 是啊 但是去那些油站 就像那條混蛋一樣 人家四個多 五個多公升 都可以進去 都要衝進去 都要衝進去 都要安全一點 一元一公里 哇 計算一條數 一元一公里 你剛才想給阿姐 給了沒有 又有低級 又有低級 還有什麼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會覺得去 那些警察不會去那些 貴的 沒有那麼多 那些非來猛 對 少了 一來那些非專用家庭站 有些少到只有兩三支槍 但專用家庭站 最多去到二十多支槍 你想想 阿sir 喂 我去專用家庭站 可能我三個小時就收工 我去油站 可能八個小時都不夠 等於我在這個位置 可以吊到十條兩桿 那個位置要等很久 才吊到兩桿 沒錯 所以這個是 那條契弟自己這麼想的 而且那條契弟 實際上規範了很多 好像 不能走啊 怎麼可以走啊 其實很多專用家庭站 真的只有一條路 是啊 他部署 或者警方的人 人家庭站 想個地方 都要你沒得走 就像阿大報告 你入和走都是同一條路 是啊 是啊 他擺一個位就行了 不用分開 你沒得走 你要進來 你就一定要出 就要這樣 沒錯 在昨天的直播 我們就講 最重要是再強調一次 如果用無線電機那些 不要想著說 沒事 或者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或者不拿郵政司 最慘的是 你是有台廢膠了 或者你車主 或者你打電機 但是你由政司 是過期或者沒有 更嚴重 更嚴重 真是愚蠢 真是愚蠢 麻煩麻煩 321 姐姐說幾聲都要拘捕你 都要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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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展示在這裏 也都說多次了 並不是警方控告你 是電訊管理局控告你 電訊管理局控告你 定星期日 就傳了一張 應該是正式的 驗車令 算了 好了 大家看看 我們先看一張 大家數一下 看到了 首先是1 2 3 4 5 它有些是S 那個 括了是S 是不是那個括弧 S 還是5 還是5 我們暫時看到的是11項 還是12項 12項 簡單說一下 前黨風玻璃破裂 司機什麼 司機委託 安全帶 五順 五順 那條戲不順 尾車頂及車尾蓋 有尾液 還有妖流器 不是那條契弟 有妖流器 尾液 和妖流器 那是怎樣 尾蓋 車頂有尾 尾車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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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過 鯊魚 是 尾到天線 這樣算是妖流器 SIR真是很生氣 左尾燈 爛 左尾燈膠 裂了 還有爛 車窗有 雷光沙網 影響車內線線 的士四座位 板破爛 即是半圓形 綠色那個 即是顯示四還是五 是的 那是貼紙 可能變了色或披 的士 標旗 面板破爛 這個大吉利多 浪費 紅色那個 還有 的士 可能是 不是 會不會是 那個意思 會不會是 顯示那個 的士 標旗 旗 是的 面板破爛 即是那個 紅色那個 尾車那個 那個會脫色的嗎 浪得多便會脫色 那誰不脫的呢 如果這樣說法 你說是擋風波 我以為那個是顯示給城下看的 為什麼呢 有人用過 塞紙巾來 蜜消毒酒精 怎麼知道它有酒精成份呢 它原來 有個空 不是 它呢 大家都看到那個麥錶 可能我們要展示出來 給人家看 那個錶呢 譬如有格格的 24元 白色線 它連線都抹夠了 下面有多少元 多少蠟 24元 是的 因為 它下面有多少 Coin 多少麥等 顯示出來 多少Dollar 但是抹掉了 然後它為了乾淨 誰不知拿消毒濕紙巾 就不抹 因為它想著 那個死人旗 為什麼要上街 是這樣按的 誰不知 他想要抹幾個按鈕 誰不知抹一下 不如抹一下 不如抹一下 通常都是大吉利的 如果新的 八通呢 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 Display過那個是螢幕 但是八通 稍後我們講 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的士旗 的標旗 不是那個顯示那個 但是他跟著就是 免彈一色 免彈一色 我以為是這個 不是這個 好了 跟著就是 右前方的擋風玻璃 裝濾缸捲簾 就是這些拉的 拉簾 是的 阻擋司機視野 是的 錶的靶的靶面 佈滿 雜物 喇叭箱 我知道 現在通常有幾個藍牙 不戴藍牙 就有個喇叭 就是有些 藍牙的喇叭 它就是這樣 當這個標旗 這樣 它就放在太環 那個標旗 就放在那裡 用毛巾 裝著 那就影響那個 那就影響司機視線 是的 尾喇叭板 頂放置大量雜物 影響司機觀察交通情況 就是我們後面有個 尾喇叭 後枕 接著放 很多人 例如我們冬天 有時衣服 衣服 衣服 免開 機場睡覺拆牙 擋著 都不可以 那尾喇叭板 它真的看到後鏡 看得不清楚 說它會 太環 右上角為自家相見人士使用的 太環的 屌尼 那些橙車 他們不是有個尾 這樣 它不是雙殘嗎 這車 油歐 阿Sir 司機隻腳懷疑 裝了假意知 不行 第十七 但是這個司機是否很懶 喜歡用單手來駕駛 差到 但人家說泊車是很方便的 但是也有危險 如果不是雙殘人士 譬如有時不小心撞到 你撞到的就不知怎樣駕駛 可能會突然急轉 所以其實是專門為雙殘人士 除非他是雙殘司機 雙殘人士 大家都知道雙殘駕駛人士 考的牌是另外考的路線 是非常困難的 不是這般路線 雙殘車 他的腳不行 沒有兩隻腳 油門就在這裏 全用手 迫力又在這裏 所以單手裸太 他說有一顆的都是這樣 他用單手裸太 全部都可以 但是他們真的駕駛 他們只可以用手 他們一定會專注 他本身可以用的 還有他考車 我主要九個說 雙殘那些很嚴格 雙殘那些 但是我們正常那些 沒有理由弄個太低 這樣 是嗎 沒錯 所以其實這些 真的無論如何都可以 好人好惹 你為什麼要弄這些 我講真 如果他真的有這些 就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你沒有辦法 你無緣無故正常 你又不是雙殘車 貼著雙殘車 你弄個太低 那些真的 另外一個就是 的士收費 他可以表償 他很久 黃子 豪馬不整回 九個最緊張的 為甚麼 你也知道 九個就說 我見過那些 沒有了一邊 有些沒有了 四個 沒了 就剩下中間 那些 其實我告訴你 isto你了 其實是有罪人 找書處派 全部香港西節 他是用很便宜的 指多個交的料 你別說他不抹 別說別人撕不撕 譬如有時下雨 出入或者開窗 水片多 會脫色的 坦白說 以前有時帶小朋友出街 你見到他脫的角 其實坐巴士上層不是很多廣告 後排的 都是的 我承認 我都會的 我都不知為何手癢癢 起了角 我就不知為何會這樣 你又不會跟人一張蚊子去 你是不是那些幫人的樣子畫一隻豬 我們以前坐巴士 坐在旁邊很冷氣 拿一些圖位 因為有很多東西寫的 到此一遊 誰喜歡誰 在市外 找他什麼什麼寫個電話 蒸郵 看看大家 威閒門菜到會 方便衛生 超值底細 味味可厚 上點就點 未來的聖誕節,公佈,田園夜飯,記得訂威宴門菜 打電話就送到一副箱了 以前來說應該兩年多的加次價 要換,價錢不同了 但那張材料的質素可以保持到下次加價還可以 要錢百元一張 但又要這樣想,為何貴得值錢我會買呢 有時你都知道要加價 一般的艇佬做法是你,SAM哥就這樣搭新的上去 不理舊的,舊的還在,就這樣上去 車廿二十年,整個海綿 很舒服的事,不是紙 我想讓你知道以前收到這個,歷史 書那些揭櫃,五年前多少錢呢 如果用這隻,可以整張很輕易地撕開 膠貼容易清理,起不起 不用怎樣清理的 如果膠起不到,你貼身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的,一樣會被披出來,浮起來很難看 所以用那張清潔,有內容有易清潔 建議百元一張,一架車兩張都是十六元 所以提提打理人或車行,不如你大批買 回香港還便宜一點,而一百元一張 大批買,好像老闆一百架車 你買二百張,可能會便宜給你的 可能甚至六元一張都不便宜 老闆說自己印,自己開幾人 為何關巴通市,大家看最後收費 他說,似的士收費錶,就是巴通錶 於起其狀態下,入後波 收費版面會變成後波視像畫面 這個我不太明白,我想問一下 巴通,大家看看,就是這樣版面 因為它是顯示的,所以它就不怕 抹掉那些,不會抹掉的 剛才你說的那個新錶 抹到螢幕,你都可以換了,抹發 很簡單,它就等於一般的私家車 那個原廠配件 要強調原廠配件就可以 但因為你後加了之後 有些人會把後面的鏡頭 因為現在它有鏡頭 巴通也做了前後鏡頭 一進了後波之後,它就馬上 轉了畫面,切換了後面的鏡頭 在螢幕上顯示 即是移車的角度,那個畫面 可以這樣,立即拍到後面 一進了後波,它感應都立即切換了 因為我們在尾路有一個鏡頭 但如果不是進後波,就正常是這樣 因為後波,它立即變成後視 可以移車後,這樣就不行 因為我的車不是原廠 原廠是經過運輸處,驗過你的車 是否還可以 我們後加一定不行 是的 其實大家說 HIFI大版面都可以裝 其實都是不行 因為你常常裝 你並非要坐 好像九哥說的 你要脫線 你不拆機頭都可以 脫線 譬如運輸處,驗車 一定會按的 如果有DVD VCD 現在不用VCD 以前的機器一定有DVD 有綠帳的確定不行 是的 當然 如果放在後座怕不怕 正如我都說 後座鬼理你 你都涉不到司機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看到這張東西 有些人說是堅定留的 我已經公開講過 曾經說過 這張東西有少少留的成份 有破綻的 那你可想到有甚麼破綻呢 我剛才純粹看錯 我有沒有看錯 這個日期 9月29號 是的 其實今天 有時間還未到9月29號 過中秋了 是的 2021 我剛才心想 我有沒有看錯 是的 這樣是怎樣 這個大破綻 首先這個大破綻 9月29號 剛才我們也是14號 我覺得2字 2019 2021 那個2字 19 還未到 那個2字字 好像改了 應該可能是2011 是的 然後就把 201 那個1字 那些2字 是的 可能是之前的 可能之前就並非是金字 他又拿出來 那些叫做大破綻 就拿出來 你看看 就是這樣 SAM哥看到這裏 當然除了日子之餘 其實我最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 警察寫字 哪個寫得這麼漂亮的 哈哈 你看不到的 就是了 撿藥那些 你怎麼看得到的 不是 裸花戒 不是未講過了 裸花戒 要騰文 騰一張這樣的東西 要騰多久呢 沒錯 而且他沒有錯別字 這些字我們看到的 我們多輕易讀到的 大家當他入籍 到他退休 警察都不寫那麼多字 就是了 你和他寫那麼多字 就是了 他寫的都算 手字都OK 對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到 對嗎 所以這是最引大破綻 我覺得 對嗎 所以很大機會 加上日子的改法 是留的 不過我們怎樣都要說 可能現在的觀眾 所以我扔你 因為這張 留得來 其實有用的 是警示一下你的 也有些道理的 就是叫你盡量不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有幾個標題 有幾個樣東西都對的 玻璃 是啦 玻璃都會抓的 一定是抓的 你的妖流氣 或者是鼻翼 所以 這次可能大家 並非如人節 不過只不過是借在現在風傳 那樣解釋 是 這張可能是留 但是 的而且 現在正在做 就是在做這件事 也有權 可以鎖你 沒錯 因為他是未來人 他知道 本來會發生 我們都看到有些相片 就是有車拖 還有 阿Sir有摘行馬 駐重兵在那裡 是吧 所以記住 師兄 你一起來 就乖乖地 那些東西都拆掉了 自己真的要染過 尤其是電話 電話 真的 我覺得 如果你去戲站 但被阿Sir捉你用電話 你是該死的 你老母 你一是收尾 一是承入 汽入雲 你現在當 你真的不要當現在 有什麼環境 乖乖地 拿著一部電話 算了 拿走 現在很容易拿 放在一邊就算了 你是要屁股 那些硬不順 自己進去 好像很多朋友都說 小大在香港電台的訪問 就說 阿南九屋 現在一定是說 大埔車 一定是關的士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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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玩電話事 一定的嗎 為什麼警察都沒有說 是 我都覺得不一定是 但是問題 這個都正如我們所說 問題是存在已久 只不過這個是一個 觸發點 其實這件事就沒有 你可以說是沒有 但是關於的士 而發生的人命 是不是 觸及到那麽大件事 因為公務力的原因 現在還未查到 只不過大家盡量避免危險 有人也是 也對 補充一下 這個日子是否去驗車日子 因為有些蒙 是啊 會不會是 所以 都是傳異的 因為他手指是沒有那麽漂亮的 阿Sir的手指 都是傳異的 阿Sir說 我以前搭過酒樓 寫過菜單 我現在寫都不行 那些字 都頗美的 他手指 所以提提 都是說 電話 你今次這件事 你不要看 就算是 就算是不關電話的事 這不是放 全世界是香港特色 這麽多電話 是否真的有問題 大家 不是因為今次 不是 我當 我當 大埔這次車禍 不是跟何事 永遠都不會有 以前那些有 是否又是不關事 是吧 這真是問題 不要說今次 就算不是 就不關事 不用理會 那些駕駛人 不會聽你說的 是 他有他的原則 第一 我賺錢 我要賺錢 賺錢 其實全世界都是大 你說的所有 遮不遮住視線 或者擋不擋住 擋風玻 你 喂 我們都收過 你在的士本那裡 都說過 都插過人 喂 就是那天 大埔那一宗 那一宗橙劇 已經有人說 喂 那邊那個人在說 那個人 Patrick 還說 你救救了 不用掩飾身份 你夠膽說這些 喂 只要那些的士人不用來 喂 還要駕駛快一點 是啊 那些的士人 根本是 不會理你 想一些 所有的理論 你的原則性 不安全 最重要是我找到 最重要是我 十號電話是沒有問題的 是司機有問題的 是阿叔問題的 一定是 什麼人都是乘客問題的 什麼人都是政府問題 自己沒有問題 根本自己沒有問題 我沒有錯 不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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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錯 你幾傷我十個電話 即使外線 撐了眼睛我快要慢了 不是 正如也是這樣說 有傳聞說 有些街頭 有時多電話那些 那些 那些呢 那些呢 就是怎樣 因為他電話多了 我要問問你 你有空問你醫生 他說對的電話多 很多都未過 很多五十幾 就老癌 一來 二樓的眼睛會有事 如果他沒有教過那些 那些藍光淚鏡更壞 更傷 我見有些腳很光 其實有的 假的說得對的 在藍光 晚上睡覺之前 你多不多睡覺之前 拿著電話睡覺嗎 只有少少 你會不會 我上到床 我入到睡房就很少了 入到睡房就很少了 入到睡到先 入到睡到先 通常現在人習慣的生活 都是拿著電話 睡到一會兒 先睡到一會兒 你手傷 那個藍光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入到睡房就不多看 睡覺就睡覺的 還有他們說老癌 很多個街頭 很早五十多歲 老癌成糕了 我們不是笑 究竟是不是 真的不是笑了這麼多位 我覺得正常的想法 等於有些人說 你家裡越多天線幕在附近 就是電話公司收接收 住在那裡的人都特別懂 福射更厲害 福射更厲害 以前剛剛有些智能 剛剛有智能電話 說在電梯那裡 聽電話 它的福射 就是散不了 你電梯那裡的空間 小都會有的 故然之 剛才這些外面傳出來 是不是 一定是有些不好的處 你說有沒有腦癌 什麼癌 一定是對身體不好 是的 所以都是注重身體 不要理會他有沒有手提電話 都是安全駕駛 或者唯有尺點 錢是能解決問題的 我記得現在 Samsung Gans 最新出的那一隻 不知道鎖什麼 的士說出鎖 現在Samsung 直接是不用按的 聲號 不是 因為現在我們手電話 解鎖 有個屏幕可以對焦 你不是可以解鎖的 它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那個的士app 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它所有 譬如有些 用眼球 用眼球 或者眼皮 不是呀 人臉 譬如你動 它不是有支筆的 是不需要用支筆的 就是這樣 譬如有支鎖 那你會嚇錯 遲早會以為你們在這裏撈女生 就是 剛才經過在你的的士 剛才你前面 為什麼這個司機 是這樣的 司機 交易廣場 你不要說 交易廣場 西上過草屋 我怕你們被人投訴 這個司機是不是頸有事 但是那些七十幾歲的阿叔 他沒有用聲控肌肉士 他人都是 那是他們那些都是這樣的 沒錯沒錯 我這樣先進的 以後不知道 有呀 現在是這樣 我或者阿伯 可能用這些 你也不知道 有很多人緊張的 交易廣場 可能他真的是撩女生一個 好 節目時間又爆了 好 明天再見 拜拜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一定不可以遲到 師父麻煩 宏信車行 爸爸辛苦了那麼多年 是時候要報答他了 駕駛了幾十年的的士 背起了整頭家 現在我們都出身了 都應該有分隔屬於自己的的士 讓他可以舒服自在地開工 宏信車行 押納業界幾十年 兩代經營專業 人情未並重 無論管理和買賣都妥善可靠 宏信 宏信 安心 幸福 造成的士 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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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完這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loop 如果是的話 立刻按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 再用